亲爱的弟兄姊妹 以及正在网络上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今天是大年初一 在这里我祝愿大家春节快乐 福悲满意 今天我们学习旧约雅各书 那么我们知道智慧与爱情 都是天父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学过真言书 那我们也知道说真言教导的是生活上的智慧 做一个有德行的人 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本雅各书 是教导世上男女相爱之道 享受美满婚姻的幸福 这样一本书 全书呢 共有一百一十七节 是圣经当中啊十分短小 但是呢也是为人所喜爱的一部诗歌集 书中没有宗教上的名词术语 也一字没有提到过神 是六十六卷正典当中啊 读具特色的一部书 被称为诗歌当中的诗歌 像其他收入智慧文学中的作品一样 本书的主旨也是在于教导 里面说有一位牧羊女和她情有独钟的牧羊人之间的 坚真的爱情故事 有焦急的期盼与等待 也有相见的欢愉和暂别的相思 后来用情人啊 忠诚眷属 一起唱出了这首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以及爱情如死之坚强的美丽的诗歌 以示终生厮守 始至不语 全书呢 也就在八章的六到七节达到了一个高潮 那么弟兄姊妹 传统上认为啊 这卷书是所罗门所做的 或者呢 是他的后人为所罗门而做的 以此来歌颂他和牧羊女之间的爱情 但这卷书被收入正典 更是因为不到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 能够引领人去赞美天父 感谢他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并且赋予高尚的道德情操 又给人完美的身体和伴侣 能两情相悦延续生命 阅读这本书啊 也能够令人看见 罪是如何在今天 玷污了圣洁的婚姻关系 觉悟到健康的社会生活 应该是远离崇拜肉体 远离放纵情欲的恶行 人在享受美丽爱情 和圆满婚姻生活的时候 应该思想到基督对教会之爱 那种无瑕疵的 在地如同在天的 永远坚立的天人关系 应该是世界上男女之间的 这种爱情的一个榜样 雅各是圣经六十六卷书中 很独特的一部 因为它的中心啊 是讲男女间爱情的欢愉 和相思的苦楚 全书很短 只有117节 却是最难解释的 也最为人爱赌的一本著作 在两千多年来啊 注释书非常非常的多 作者当中不乏有著名的 神学家与学者 内容啊看似简单 但是在世经上所引起的困难 也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一卷书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卷书的书名 这卷书啊 他的西伯来文原文的第一句话 用它来作为书名 意思呢 是歌中之歌 也就是最好 且最美丽的歌 这个雅歌 通常是指口唱的 欢愉的歌曲 说明这卷书 说明这卷书当中的歌不但美丽 且富喜乐情欢 中文翻译为雅歌 可能啊 是根据我国最古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诗经》 《诗经》当中有乐歌称为雅 其中呢 不少是描写农家的生活的 我们知道说 《诗经》当中的雅啊 里面有关男女爱情之作 也有这种集市求爱 桑坚莫上 男女啊 这种追求爱情的描写 那与我们今天的这卷经文 这一卷书中啊 葡萄园 苹果树下 男女相悦之情呢 极为的相似 但是呢 这也是 一些圣经学者的猜测 因为非常可惜 当时候翻译圣经的人 没有留下可以参考的材料 只能是猜测罢了 但是相信呢 相差应该是不大 我们知道说 雅这个字也有正的意思 就是说明 虽为男女相悦之歌 但于孔子所说的 思无血 乐而不已 道情思而发乎自然 这是 有阴脉相承的 有相似的这种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这卷书 第一句话 和和本的翻译是 所罗门的歌 是歌中的雅歌 那么 在原文当中 我去查的话 它直接翻译的话呢 是歌中的雅歌 是所罗门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这两句话的话 你觉得哪一个翻译 是更好呢 好我们来看 这卷书的作者 及写作时代 希伯来文远处开头 除了标明为歌中的雅歌 还有所罗门的歌的这种字样 标明 以色列 著名的国王 所罗门 为本书的作者 那么以色列国在他的治理之下呢 国是昌盛 声望于财富呢 如日中天 这位以智慧为名 于当时的国君啊 提倡文艺建筑 所罗门的宫廷呢 也以宾妃众多出名 根据《猎王记》上的十一章一到三节 记载说他有妃七百 而且都是公主 还有这个其他的妻子等等 加在一起 大概有超过一千 其中有很多都是说提到是埃及法老的女儿 所罗门曾经啊 特别为他们 为这些宾妃们建造了宫殿 有的人甚至说雅各当中的婚礼的宋歌 是为了庆祝他与法老女儿婚礼而做的 不过呢 希伯来文中所说的所罗门的歌 他既可以理解为说是所罗门所写的歌 也可以理解为是所罗门所收集的 或者说是为他而写献给他的歌 按照前面说过的生活背景和才智 所罗门能写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 我们是毫不为奇的 如果说按照书前的标题 书中也多次提到了所罗门王 而确定本书为所罗门王所作 那则成书的时代呢 大概是主前950年左右 书中用的古代文字呢 与文法结构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啊 也有的圣灵学者指出 说书中同一节在六章四节当中提到了南北分裂后 北国以色列临时的首都德萨和南国有大的首都耶路撒冷 可证明这卷书啊是写于以色列分裂之后 北国还没有迁都撒玛利亚之前的 那么也有人说发现这卷书当中有几处是用亚兰文所写的 那么亚兰文呢 是犹太人被捋之后才采用的文字 所以说这本书啊 可能成书的时间会更晚 或为主前六世纪或五世纪的作品 但是我们看到书中的作者提到德萨和耶路撒冷 那很可能是用来描写这个女子在她心目当中的美丽 啊 与政治地位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亚兰为成为犹太人通用的文字 虽然在从巴比伦回归以后啊 但早在主前九世纪已经建于以色列的文献当中了 有的甚至可以追到主前一千九百年 那么也有的人说 因为书中出现非以色列的外国产品的名称 和一些波斯或者希腊的字 认为这卷书是写于所罗门以后 但是我们知道说 以所罗门在当时候 国际贸易那种四通八达 后宫有来自各国的这种加厉 他当时候这种运输 也是非常的发达 所以诗中有这些东西 我想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那么支持作者为所罗门所写 指出书中提到不少动植物的名字 比如说有法老车上套的这种骏马 以及称良人为王的这些句子 等等 但是呢 我们总体来看的话 回顾来看的话 这个作者 现在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 都支持说 这一卷书是出自于所罗门之手 这是目前大多数的这种观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卷书的诗意 雅各自成为这个圣经的正典之后 这个诗经的意见 可以说是百家争鸣 非常的不一致 圣经学者呢 对这本书的性质呢 看法也是不一的 所以说 在解释的方法上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 那么归纳下来呢 总体上有四种不同的主张 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主张说 看雅各这卷书 要用寓意解经法来解这卷经 或者说用灵意解释 那么寓意呢 就是说 经文里面含有比表面更深的一层意义 经文呢 这是传达更深灵异的一个渠道 这种方法在主后的第一第二世纪呢 有两位这个亚历山大的大作家 菲罗和俄历根 先后来采用 那么寓意解经啊 认为说雅各当中的男女相悦的描写 是为神与以色列民 或者说是基督和他教会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说明 是比喻 是寓意着这个上帝跟以色列民的 是基督跟教会的 那么寓意解经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不重视经文当中的事实 或者说这个历史 但做解释时呢 总会明说或者暗示 它用的是一种寓意的解经的方法 那这种解经的方法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充分的来解释 为什么把雅各这卷书列为正典 第二个呢 是与圣经当中教会为基督心腹的 这种比喻啊 非常的符合 那么它反对的理由啊 也有 就是说雅各啊 列为正典的理由啊 有很多啊 不一定说是因为它的这个寓意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男女婚姻关系啊 在诗篇当中 在真言书当中 等等这些经见当中呢 也从用作来教导 不一定说 单单只有雅各书当中有 第三点呢 就是雅各的内容啊 它是符合历史的史实的 这一点是不容保定的 另外一个呢 说如果将神与以色列人 或者基督与教会信徒的关系 做这种寓意解释的话呢 就很难将本书内容的每一个细节 都来充分的说清楚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很难自圆其说 这个就是 寓意解经 它有一个优点 也有它的这个缺点 有反对的地方 那第二种呢 有的人用这种寓表来解释 这卷雅各书 所以很多的这个解经学者就认为啊 寓表与寓意解经啊 表面上来看没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呢 还是有分别的 那个寓意解经啊 它不重视甚至说 否定旧约经文当中的历史或事实 认为经文字面之下呢 会含有更深的这个灵异 寓表呢 解经啊 则承认说旧约经文所记的事实或历史 它是承认历史 承认事实的 但是如果发现说 与新约当中某些技术或者这种教训 明显呼应且符合的话呢 就会视为说旧约所记 乃是预表着这些事情 预表将来这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预表这个 试经的方法啊 是强调圣经的连贯性 那么新约为旧约的完成 所以说不少的解经家认为 预表是解释雅各的最正确的一种方法 所以说他们不赞同啊 不重视历史实施的这种寓意解经 或者说是灵异解经 他们承认说雅各书当中所记 的确是男女爱情关系 但是呢 同时也预表着基督 对教会无限的爱 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新郎对新妇的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他给出了以下的理由 他理由之一就是说 这卷书的标题啊 既称为歌中之歌 那么可见呢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情歌集 而有其属灵的意义 第二个呢 是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 第三个呢 婚姻在圣经当中啊 也多次的被当作预表 这是他的这个理由 当然也有不赞同的这个意见 不赞同的意见有哪写呢 就是第一个新约中啊 有的是旧约经文是直接引用的 除了历史事迹之外 大部分的引用都是用以加强说理的 或者说是用来直接见证耶稣的生平的 新约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引用旧约经文啊 来见证基督 这种应用与解释呢 它是正确的 但是呢 不可以说 据此来说旧约所有的经文都可以 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 凡是新约当中 没有清楚的指明有关 就是有关系的这种经文啊 用这种解释的话呢 用预表的这种解释 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解释雅各书当中 这种纯真的爱情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就是难免不涉及到神对世人 或者基督对教会的爱 但是这种爱的关系啊 它不仅仅只是神对世人的 它也见证于说神对一切的 这个造物当中 而且呢 新约也没有 引用过雅各这卷书当中的句子 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个就是啊 一个反对 用预表解释的声音 那么还有人呢 是用说是一种戏剧说 说早在祖后 这种两百五十年 教父啊 格里根 以主张说 雅各是用戏剧的形式 写作的这种 婚歌 情诗 到了上个世纪的时候 有的这个解释的家 就是重提旧事啊 认为这卷书是以 所罗门与舒拉米女的爱情故事 写成的一部戏剧 有的甚至认为呢 书中当中是有三个主角 一个人是已知的舒拉米女 还有订婚的牧羊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王 来引诱这个舒拉米女的 但是这种方法 也有反对的这个声音 认为戏剧在希伯来文 这个文学当中啊 并不是非常普及的一种 写作的方式 而且书中当中的对白啊 与这个分场不是很明显 是一出无法上演的戏 并且人物这个说话 比较的冗长 又缺乏这种剧情的发展 所以说呢 这种戏剧说的解释呢 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第四种方法呢 大家认为说是一种自然的解释 自然的解释也就是说 按照啊 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就好 按照这种解释的话呢 雅歌呢 是一部诗歌集 是讲呢 一对年轻情侣的感受 希望 相互的关怀 胶着的等待和亲你的时刻 是这样的一部诗集 我们知道说 从创世纪所记的人类的创造 到启示录二十一章 所记载高阳的婚宴 圣经当中 是男女间的爱情和结合 为神的恩赐 并用以说明 神与人的亲密关系 神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又造女 为了生养 也是为了相互的扶持 彼此有伴 且可以在身体上 和心灵上合而为一 所以我们看到说 爱情 它显明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也是上帝 所造人的 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说 雅各是歌唱的爱情 在充满着这种 肉欲和邪情的世界当中 要人们看见说 纯洁而高尚的 爱情的美好 因此 弟兄姊妹 雅各书当中所描写的 这种圣洁 和奇妙的这种真爱 可以领我们来思想到 基督对人类 更伟大的爱 教导师上的 这种男女 并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当中 保持关系上的圣洁 享受爱情上的甜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面就是 对雅各书 所用的四种 不同的试经方法 那么讲完之后 你觉得 哪一种的试经方法 是你最喜欢用的 或者说 你觉得哪一种的试经的方法 是最合乎 看这卷书的呢 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这卷书的信息 历代的圣经学者 对雅各书的解释 虽然不一致 但传统上呢 都会将这卷书 列为智慧书 在诗篇和真言书当中 可以找到与雅各相似的 对爱情的描写 而雅各所写爱情 所描写的 这种爱情的境界 跟真言书当中 所描写的智慧 可以相辟门 都是特别的优美 特别的好 智慧与爱情 我们知道说 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那么人是应该 存着欢喜感恩的心 来领受的 我们知道说 当日神把这个夏娃领 到亚当面前的时候 给他为妻子 做终身伴侣的时候 那亚当应当也会在 伊甸园当中唱出 像雅各书当中的 这种欢歌 所以有的人也称为说 人类这个 最美的爱情的表达 就是亚当见到夏娃 所说的那一句话 医生子们知道 是哪句话吗 可以在chat里面答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 那么这卷书当中 用坦率而纯洁的言语 来赞美 这种情侣间的倾慕 和夫妇间的这种情爱 神赐给人身体之美 夫妻能够享受 这种雨水之欢 这要是心灵纯洁 行为正当 与灵性生活 不应当说 有一个贵贱高低之分 雅各在描写爱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刻画的 非常的生动 毫不隐晦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 是止于理 不涉及猥亵 为人间情爱 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 保罗也曾在 一幅所书的五章 从用婚姻关系来比喻 基督对教会的爱 世间的夫妇 这个婚姻的盟约 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 可能并不多 但是我们看到 唯有这卷书当中 所描写的这种 坚真不断的 坚真这种不变的爱 是少之又少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智慧文学 是以教导为主旨 所以读这本书 应该可以引领我们 去赞美天父 照他的形象 照了我们 然后又给予人高尚的 这种道德的情操 又给我们完美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另一半 而且跟另一半 能够两情相悦 用此而且能够来延续生命 我们看到这是神 给整个人类的 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 活在这种圣洁的光景当中 我们在夫妻的关系上 要过这种圣洁的婚姻生活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卷书的一个大纲 雅各书当中 其实没有一个清楚的分段 那么它总共有八章 但是一般把它分为说 有六首这样的诗歌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第一首是从一章的二节 到二章的七节 主要写这种初见的羡慕 到这种大婚之日 他一章的二节到八节 是说这个苏拉蜜女 在所罗门的王宫殿里 想念她牧羊的情人 然后二到三节 说苏拉蜜女的自白 然后是耶路撒冷女子 对王说话 苏拉蜜女又说话 朋友间的说话 整个是一个对话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章的九节到二章的六节 是在说 所罗门王追求苏拉蜜女 但是苏拉蜜女 对所罗门王的甜言蜜语 是无动于衷 二到七节 这一点是讲到 苏拉蜜女 对耶路撒冷 众女子的一个指示 这是第一首的这个诗歌 那么第二首呢 是从二章的八节到三章的五节 这一段是讲 重逢相爱深 一个初恋的这样的回忆 这一首啊 也分为三个小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苏拉蜜女 这个缅怀牧羊 这个情人的探访 然后呢 却被兄长啊 叫她做工 打断了她的这个 她的这个回忆吧 第二个小点呢 是苏拉蜜女 做梦与所爱的人的约会 是三章一到四节 第三个小点呢 是新郎对耶路撒冷 众女子的重复指示 就是加傲 不要惊动良人 第三首诗歌呢 是三章的六节到五章一节 这一卷是讲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个定立这个婚姻的 这样一个情况 第一小点呢 是讲所罗门王的军队 到达了耶路撒冷 这是婚礼的一个诵歌 第二个呢 是四章五到一节 讲这个婚礼的完成 这是第三首 第四首呢 是从第五章的第二节 到六章的三节 主要讲这个分离的相思苦楚 这个爱情的试炼 这一章当中啊 我们也是看到说 苏拉蜜女回忆 一个受到干扰的梦 梦中呢 她因为自己的这种萎靡不振 而渴望与她的牧羊人相见 这样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小点呢 就是苏拉蜜女 应宫女的请求 她称赞这个情人的俊美 是宫女想跟她见面 这是第四首 爱的试炼 第五首 是从第六章的四节 到八章的四节 讲到相悦而不分离 我们看到说 所罗门王更新 她施爱的恳求 是从六章四节 到十节 是丈夫对妻子说话 称赞心腹的梅太 无比的气质 他们两情相悦 而不分离 从六章的十一节 到十三节呢 主要是说苏拉蜜女 向这个宫女 解释自己 被带到王宫 夫妻而然的这种方法 第三呢 是婚姻的一个强化 是七章的 从第七章到八章的 第四节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说 有所罗门王的称赞 有丈夫对妻子的说话 也有苏拉蜜女牧羊的情人 到耶路撒冷 把她带走 与她的对话 以及妻子 对这个耶路撒冷的 众女子的最后的一个指示 等等 那么最后一首 第六首 讲到这种爱情的 这种至死不语 这是一个婚礼的回忆 也是一个成熟的爱 两位这个 两公婆 这两夫妻 再一次回到乡村 来旅行 彼此的这个事业 并且快乐的生活下去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 看一下这卷书的时候 这个大纲的时候 大家可能对这卷书 能有一个 更好的高屋建领的 这样一个了解 所以整体来这卷书 它歌颂的是男女之间的这种 圣洁的伟大的 这个忠贞不语的爱情 所以有的它也是说 预表着这个基督 对教会的爱 说也预表着当初上帝 对以色列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学了这卷书 你觉得雅各书 主要来表达什么 你觉得说 用哪一种的试经方法 能够帮助你来更好的 来理解这一卷书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 有这样一卷美好的 这个诗歌 在我们中间 能够让我们反复的来阅读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主日学就到这里 下一个主日将会由 弗仁的弟兄 继续来带领我们 学习新约的书信 好的 感谢主 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